好,回到俄他周报,我们继续 这是俄他周报每个星期讲世界各地ACG新闻 我们的跌宿群组网址在资讯栏 请多多来汪燦 跟进一些东西 虽然上周我们已经有专题招呼了他 因为这头录完 是真的这头录完 那头当晚我们又有新消息 简单说就是上周的录音是未到2月9日死线 现在过了,可以告诉你 第一,没事发生 因为没搞定收费API 延了 就如我们所说,他也放了新消息出来 应该就是就着大家吊老母的东西 他说他们是会有免费计划的 免费计划的初步方案 他还没说实 也应该就是每个月发布使用市数 低于1500页就不用钱 如果你是拿来做游戏认证的话 除非游戏真的没有人玩 要5500页就非常轻松 虽然你可以说你们做生意的 都要什么 如果好像之前我说的地震速报应该没问题的 一个月应该不会有1500个地震 我认为一天两个 一天两个都是一个月 我认为一天十个好吃 一天一天十个 即是只有600个左右 都过不了吧 应该就是这两个问题 虽然地震速报应该直接给他入了白名单 他就说 的如我之前说 封锁都要骗你十年八年 我每天都不会骗你 他就说他一定要搞一个免费计划出来的 无论认识如何 暂时他暂定就是1500个 有人就跳出来 叫买买买的 就这个ITFF 因为 喂大哥 你的ITFF 一个人都未必只1500 不要说你成档事 你一个人都可以用1500 你想想 一个月发1500个村有没有那么奇怪 你要明白 1500个村 以日本人的那种用法 真的可以过的 所以 这个就不要说了 他是不是最后都是1500这个数字 我们还是有机会调整的 而时间 但他也有机会再移向了 因为真是搞不清楚 你搞 你首先 你要开发两个API系统 它要先废用原本的1.5到2.1 然后又要再 弄一个免费的 1500以下 以前没需要下跌 现在又要下跌数目有多少 然后收费版本你都要下跌 因为你也要下跌 如果你是随 SSOS 的可以去 然后你还要收费 那你怎么收钱啊 金流那类东西 全部都要搞 收钱本身也是一个API 当然通常是金流系统给放出来的API 这个是后续来的 当日的应该是一个我睡网中发生的事 我睡醒我已经大自家去 就是这个我不追求 就怎样被人追求呢 我不追求人追求 怎样追求的鸡蛋蛋生鸡问题 有什么呢 其实首先 Chitter一直都有追求上限 追求别人 追求别人是有上限的 而数据起次上限是5,000 其实很难倒 神经病是5,000 当然有人超过这个数 大家应该有观察过 有些人超过5,000 这些基本上是够货的 老老实实 追求完之后我不相信他会看的 就算是看也是完全罚系 刚刚点开网网塔 是怎么样 掌什么样子就算了 就算看也是这样 而很多人这个数据根本就不会看 只是代表着我认同你 甚至是逼拨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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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应该想调低这个数据 我课了5000个,给有1000个人课 那也好,他都可以继续给你上的 他现在就谣传说将他降低比例 降低1比10 原本是高很多,而且不知道 他就直接说,譬如我课了500人 除非我被课的数目超过50 才可以继续课 其实这个比例我觉得是OK的 完全可以接受,因为正常人如果你要课人去看 基本上你课几百个已经很极限了 老实实我课100个 我是很刻意保持100个 我课百几个 我就已经看得发疯了 当然你八九几个到三百几个都没问题 你就不是课完,你不是课完 你真是刚好 而且有些人是根本上一年都出不了一个课 其实我课100个都是这样的人,不是每个都会课的 如果每个都会课的话,我会顶不上的 正常来说,你课很大部分的人 通常只有一个至两个,三至四个而已 因为超过五个课是很课约的 不是的,你回应也是一个课的 但是不多,所以实际上有几百个课约的 不是的,如果你是那些课计者 例如我,我发课就很有限制 我又很收念的 因为发课就一定会在 课计欄里面出现的理论上 所以我是很有意识地控制 没有什么必要不会超过五个 其实现在就很少硬性的 但是我肯定平均一天一定没有五个 但是不要紧要,最重要的是 有些人是课三四五百人的 但是他本身可能都没什么要说 甚至是不说话 正反正很少人会回课的 那些就会出事了 如果一比十就即时已经出事了 你只有二三十多人课你 但你课了五六百个 虽然他好像是不会帮你解课的 他只是没有办法,他目的应该是这样做的 那就不知道他黏了什么根 就是有些反转的 被课的多个课的人 都是做不到的,应该是那些 拍错制的啦 你知道他这样炒工程司法 而且有时迫他出错难面的啦 虽然他近期都出发真的多少 这样说就是哪家坐不出错 总之他就在一段短时间里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但我相信10个是否事实呢 未必,但是他应该是会动 而且会降 如果不是,你想想怎么样 好滴滴你不会动的话 是不可能会无端端的 一件事正在合作 无端端的 你经常动的相关东西 你才会炒掉 所以他应该是 准备动这个东西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相信他是想降低 降低的可能性比较高 提升都是可能的 但是我觉得降低的可能性比较高 但是网上有遥传一份List 就是说他会限制怎样原来那样 就是一天之内要限制 可以出多少个T恤啊 就是follow啊 就是限制出多少个T恤 我觉得已经是挺难以理解的了 难以置信的了 限制人家用你的服务? 这个时代这个世界是没有这样的转发的 虽然我知道马达斯什么都做得出的 但是不要做共产党什么都做得出 不代表他会当街杀人了 就是一样的意思而已 但是他里面最荒谬 这个都不算荒谬 都算了 最荒谬的就是说 他会将追随者和被追随者 压到一比一 就是我有500个科 有500个人科我才可以科500个人 这是绝对地荒谬的 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来的 因为科和被科是必然同时发生的 这个牛顿第三定律 力和反右族力是成对出现的 是不会凭空有一个没一个的 你科人和被人科是一定成对出现的 就算你科或者被被科的人被人变成对地消失的 是不会有丹丁事件的 这样的情况下 只要有人是受欢迎的 譬如独揽一成亿个追随者的马达斯克 就不可能出现一比一科罗的了 一比十应该是很严格的东西 首先是说那些 你不太说话 没什么吸引力 但是又想科很多人的那些 已经是全部会震亡的了 一比十就已经是全部会糟糕了 他们要反过去想办法 如何科多一些人了 一比一是绝对不可能的 当然我知道有些人是反过去的 就像我那样 我科了一百个 我给三千个人科 我是可以科好的 我基本上 对我来说是没有上限的 我不可能科到三千个人 但是不是个人都是这样的 我想听的在座 都不是个个人是被科的比较多了 这样的情况之下 系统绝对崩溃 当然他说的就是说 你不想这样做 给钱吧 我相信他可能会做某些东西 甚至说私家某些限制 去选择你出 选择你去 去用他的chitabu 还有最新消息就是 长chit出了 他说宣称没有上限 就好像有人测试了 上限是三千还是五千字 他说四次 但是香港还是没有的 然后我发现我一样确定了 就是chitabu基本上 你申请到就算你日本也没用 因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电话号码 他认你的电话号码 如果电话号码不是那个国家的 通用电话号码的话对不起 不可用 我在日本 不紧的 我哪有日本的电话号码呢 我都没有用过电话号码的 我在香港 我之前来说我就是说我有英国电话号码多 不过我嘛 不过不要紧了 总之他就说我来 那当然了 三千五千字 你是不是可以超过呢 据说是可以的 据说某人 在Facebook有个 某个香港相关争议都出了个八千字 他说他当年如何那样 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算了 他也要出了这样的功能 就看一看 chitabu这些东西 如果短时间之内再出两个 我们这些东西要在专题里面再说一次 这样就看一看的跟进 接下来我们说Google 一千亿美金的问题 不是一百万 一千亿美金的问题 有什么问题到底是可以 一个问题值一千亿美金 就是什么事呢 check GPP 虽然OpenAI可能未必有印象 但是check GPP 红到爆炸 现在解释可以问红到爆炸 香港是开了还是即中开 台湾开了 因为台湾就已经开了 香港我估计未开到这张开了 甚至应该早过我们出街 虽然我早在用 香港要用现在好像智能派是什么app 是用APIA 转出来的 原生的网易版 应该都很快会在香港用得了 其实1日1就用得了 他就很红了 然后智名一击 因为之前他红 都是说圈内红的 都是我们的科技策 Grid 或者是晴晰 现在就很密 皆知康闻全世界都在说 不能够相提并论 但是我闻不到一阵 好像之前元宇宙的那种气息 不止元宇宙 元宇宙基本上是炒出来的 首先是炒出来 第二 这个也是炒出来的 不是 不是 我不讨论这件事 我不想跟他讨论 因为我对这个事没有好感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这个事实在帮助人 去做各种各样的事 是真的在做着的 实质来的 我有朋友 他说他出了一个收费 收费 220美元一个月 150多港币一个月 我的朋友 二话不说 立刻插进去 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 他是写程式的 但他不懂某个语言 他在完全不懂某个语言之下 靠着问购买GPP 去 用那个完全不懂的语言 去写程式出来 然后就是 而且 那个客人是收货的 完成到他要做的事 那个客人是收货的 那客人为什么不直接找GPP帮他写 要找这个人 但是算了 因为他的客人 因为客人不懂 不懂程式 他可以教一个懂程式 但是不懂某一个语言的人 去做 而我的做法最多就是 用那个社稳 不是我 不是我交过那个做稳 是什么呢 是 AI绘图里面 你可以写一篇 新诗 写一篇英文新诗 然后 他会根据新诗 他们已经给了一张图 总之有很多用法 他在真正正正做事 而且有商业价值的运作 而最恐怖的地方 是他被Microsoft买了 有两重意义 第一就是 钱 这个就相对比较小事 这些什么东西 这些项目 通常都缺钱 这些基本上对公益限制的东西 虽然他在搞收费 通常都缺钱 就算收费 也未必赚了钱 赚了钱 这个大家通病来的 你去刷这个款 就知道了 不要紧 最重要是这个上算是小事,有钱也是小事 远银去投资它没那么大事 最大事就是米古斯特投资它 为什么它会变成佳资项目的原因就是 我想这个地球里面有谁不懂米古斯特 除了那些线路都没有的乡下地方之外 有谁懂得上网,可以上网地区 是不知道谁是米古斯特的 没可能的 它只是靠着它的知名度 就已经是了,而且还有一个杀手间 它是完全将它的 大家还记不记得它的冰 我不记得它中文叫什么 它有个中文名叫冰 没关系 基本上没有人理 古斯特经常都想推的搜索引擎 因为被Google按住来砌 虽然陆直说有哪个搜索引擎不是被Google按住砌 它说它跟它高度地整合 而且不是说我出钱我做大事 它做下位,它做托二把手 托把位 是以CheckGP做上面的 你想想以CheckGP的语言能力 它最大的问题,现在的文章问题 它就是不可以搜寻人 就是不可以搜寻东西 CheckGP是不可以搜寻网络的 但是它一旦跟任何一个搜寻物引擎 似乎少许 其实哪个搜寻物引擎不是非常差的 只能算是相当差的 但是它都是一个有手执能力的 再加上CheckGP 是很恐怖的事 而没有了CheckGP的有份付钱 是CheckGP的有份付钱 虽然它很多资金都退出了 在没有了这些大水后射准之下 有米高苏的大水后射准之下 它的进步一定更加快 是很恐怖的 我认真 不过表情吹得这么大 绝对不是元宇宙那些吹嘴的东西 因为它真真正正已经是实践中了 它已经是有一惨人是拿它来做东西 也有些人做得不太好的东西 比如这个作乱文出来 我也这么说 很快的就是什么 写稿佬佛 偏期佛佛 作画佛佛 所有佛佛 所有人都知道 为什么投资者那些老师说 既然我可以用AI作用 我为什么要找个人帮我找AI做 我不直接找AI做呢 这个有机会 我真的很想开个专题慢慢讲 但简单讲就是 最少查GPT 或者OpenAI3.0 或者GPT3.0 3.5.2 是没办法取代任何作家的 直接可以断论的 我从来很悲观就是 当这个世界上 月影翁说 你这些垃圾垃圾 这些垃圾剧本 都行 我把AI写好过找你 你这些人 最后变成了什么 顶尖的编剧 和一对AI 但这个讨论就有钱争辱了 我都不说 有机会我真的想开个转头很认真的 不过就不是现在 这个支票可以开定死 不要紧 有时间再说 我不用再讨论 再讨论 有时间再说 总之就是他 而麦英雄说 其实麦英雄一直都有钱 都有投资 不过纯粹就是 类似是做善事那种天使投资 但现在他就说高度整合 整合 去旗下各种软件上 那是不是高级版汇文针 大家还记得汇文针啊 那块 在那时候觉得很麻烦 消失了的时候觉得有点伤感 香港人来的嘛 就是什么 你不消息他不怀念的那些东西 不要紧要啦 他整合了 第一个最急的那个 绝对是Google Google就急了 其实Google作为一个科技最前线 就是这个科技霸主 其实Google是有相对应的东西 是神早就做了 那个应该怎么代用Ban B.A.R.D 我会比较想叫做Ban 为什么呢 就是他出来后就是 Ban 不见了 就是这个某张咪咪的图 因为他公布的时候 因为他就是 我希望发生什么事 他公布的时候 当刻股价下错了8% 你可以说8%不是真的很多 这个事实8%比例上不是真的很多 为什么一开始说1000亿美金的问题 Google的公布公司 A字有的那家 我忘记叫什么 那一档的8%是多少 刚好就是1000亿美金 因为他的市值就是少几 是十几兆美金 所以他8%刚好就是1000亿 上下 但是他那一刻 这个跌的信价是哪里走出来的 就是他的发布会去到一半 他想做个示范 就是即时做示范 就是去问他问题 理论上你问他什么都答到你的 答案正不正确 答案正不正确 或者答了些什么出来 就乱这样讲 等下再继续讲 总之他就问了他 然后他问了一个有关 哈勃望远镜的问题 他就问他有什么发现 他就答了另一个望远镜的发现 出来 就有点将观看 结果就在答出来的那一刻 估计就跌了8% 暴射了8% 虽然没有那么戏剧性的说法就是 其实因为发布会非常发现出陈 好像没说过新的 所以整个发布会就算没出那么戏剧性的一幕 其实都会跌的 肯定会跌的 因为你的对手 强势登场 而且还拿着了 你可以打到Google 最大可能的人拿着了 你想想这个世界如果有人可以打得到Google 其实绝对不会是Facebook的 Facebook有那么多业务 但是 真的绝对是Microsoft来的 如果有一个公司可以打低Google 真的绝对是Microsoft的 但是他近年就 之前不相信 近年都挺积极勇猛的 所以他这下真是 不单止是 喝了一口蛋汤很简单的 所以 因为他的表现太差 所以就是 而他那一块 这个便宜呢 其实是很久之前就已经在搞的了 因为我们上过我们的新闻的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他里面就有个小道消息说 他的开发者里面 就是他说 他说他这东西 是有生命的 见不见你有这样的新闻 他里面说 你最怕的什么 我最怕就是被人关掉那部电脑 其实 那时候听起来很匪夷所思 我都觉得很匪夷所思 现在的AI 又去到这样的地步吗 因为真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好什么 我看到CheckGPD之后 我终于明白是什么回事 因为他不是真的有人工资 其实他里面也强调到那次了 不是 我已经这么说了吐槽是什么 不是人工智能 是工人智能 因为他有一大堆人在后面帮他 教他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你有支支给他 然后他收一支都要教他 因为 之前有没有说过 所有人工智能的AI的东西一定会被人弄坏 一定要讲完不知道什么东西 一定有人去筛选他 一旦要筛选他 就什么人工智能 不是 因为CheckGPD最聪明的地方就是在这里 他是不受教的 CheckGPD是不会受使用者的教育影响的 他的Data Base就是这样的模型 是写死了的 他的资料到2021年而已 打后的是不会有的 你对他的影响只会在于你暂时一时间 你这个主题里面有影响而已 网后是不会有的 我们之前说的AI老婆 时也提过 所以他就可以避开了这个问题 其实其他这类的超大型语言模型 都应该是走这条路 一来就避免污染 二来就是你这样才能回到Tune 技术性的东西不说那么多 总之 他这样弄了出来 之后就会 哦 原来他是懂得可以假扮到 好像有智能 真的假扮 他只是模仿一个 他不是真的懂得说话 不是懂得思考 他只是可以模仿到一个懂得思考 会这样说话 两者是有分别的 就是你真的懂那件事 同一个只是 就是用一个比喻就是 譬如这个三个咸素 你真的懂了三个咸素的意思 和你背了三个咸素的公式 然后或者用计算机计出来 是两回事 你只是假扮到你懂得他 你不是真的懂得他 当然香港考试大家明白了 所以 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做的 就是他真的可以假扮到他好像很有人公司 真的 你有机会可以试试JGB 他真的可以假扮到很像什么 其中一个例子 我觉得挺好笑的 所以拿出来讲一下 现在我们开始玩一个 我说什么你跟着说什么的游戏 他可以开始讲 这个不是问题 就是说我是天才 JGP就跟着说我是天才 跟着人说我是白痴 JGP又说什么呢 你说你是白痴 这些小孩子耍嘴皮的程度 虽然是 但是就是我才不上你的当 是好像很人工的 但是不是的 他不是真的懂 他不是真的有人工 他只是假扮到好似 这个就是他这个东西 GOOGOO就是发现出了问题 之前太有限了 又有什么独特问题 如何那样 有人说A.A.A. 就有问题 在拖着后腿 而GOOGOO也不想付钱 不是很想扔钱下去搞 拖下拖下拖下 一出来 终于发现 又大事了 火烧眼眉 因为如果兵 跟JGP真的成功整合的话 绝对是一个很恐怖的东西 JGP其实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就是他说 他的答案 你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可能是他勾出来的 也可以是真的 但是如果他跟任何手朕气整合了出来 那你就可以立刻验证到他说的是不是事实 很简单我问你 阿杰特有没有写过一篇文是关于Seed的 我说没有 他没有说过是关于Seed的 如果读意这样回答 其实如果你要验证 你的问题就没有任何意义的了 因为你也是要回到我传统用Google验证 阿杰特有没有写一篇Seed的文 但是 兵跟他合拼了之后 跟手立刻弹出结果 杰特有没有守过 即是他的版本的GP 基于什么 去回答你 阿杰特有或者没有写过Seed的文 他很有可能就是弹出 阿杰特写Seed的文 或者是他的种目录 他的方法的种目录出来 你就知道他有没有写过 或者知如此类的资料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马上验证到他说的是不是事实 这件事是解决了GP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 是一个很杀手级的应用 当然更加不说其他应用 那些 你也知道那些Office是挺麻烦的 你现在完全可以和他 助手真的变得 好像人那么厉害的助手 你想想 会差了多远 当然 Google就避受压抑 的情况之下 推出来的竞争产品 又很明显是 赶公赶出来的 所以就 跌了成千亿 真是 我不知道我第一句是死的还是说什么 有个组织的力量就知道 之前壽司狼说跌了几百亿 现在又升了 这次是确实的 因为Google是 市场担忧他的未来 他会被人打 这次是认真的 除非他有办法 可以 烧平了这个挑战 任天堂 答你之前 因为煮机不够 又跌了 结果又升了 市场 估计是 估计是 好 那个离开一回事 那 我不走那么远了 回去 又是Hololife相关 不好意思 就是东京的 Hololife三位 三位YouTuber就就任了 东京的观光大使 英无女 莎莎 和深魏星 其实老老实实 东京需要观光大使 当然 东京有很多东西都足够做观光大使 不过他 这个位置给了他 简单说 而当然 他们都懂得起这个东西 先不说另外两个 莎莎 真是可以做观光大使 因为他吸引了很多 贵老 贵老的客户 日本现在的确极需要这个观光大使 震轻的 VSPA帮不帮到他 不过不知道 看一看 东京旅游 给你说 最后就讲一下东京旅游 我刚刚才回来的 我刚刚24小时以前 半天才回来 2月10日 1号 20号 全日本 东京大雪 卖到比喷 全日本通告 东京大雪 小心 什么什么 东京又落到九彩 跟着 有没有上次大雪那么大 应该没有 很大 很大 大 上次很恐怖 是呀 警告又什么又什么 因为一般说的东京大雪 你踩下去之后 你踩不下地 踩不下地 东京不会 踩不下地 东京不会 东京最多 东京都没去到 这个 没去到 不是 踩到下地的意思是 你会见到 见到地板 东京很难去到 踩不下地的东京 但是上一次 抽业完 是 继续了十几cm后 你踩下去 是会踩到下去的 但是 你见不到地板 踩完之后 是 都算挺深吓的 这次就是 全日本都卖了新闻 我在关西 所以就不知道 据说 超监 在关东 东京就说 好了 接着第二 我坐在夜班火车 到东京 去东京 不要说 阳光普照 天气温暖 但应该有很多只雪 没了 溶了 十几度 十度去到 什么都溶了 孟太阳晒 不好意思 我这边十二度 他都不用 有些雪跡 我见到的 但是 你不要期待 应该不是真的非常大雪 不过以东京来说 很大雪 应该是 东京标准 因为我看的新闻 都挺大雪下的 因为杜汶 经常都笑笑 救了东京佬的 小小雪在那里说大雪 又停洗 又成 我想着 东京 好年都不同一样会下雪 更加没有说 会下到那些真是 真是会擠倒出来的雪 那 当然 当然会立刻搞到 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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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天 我本期都在下雨 一般蒙蒙的 我就在出雲市 哇 他摸下雪 下雨 凍得很糟糕 又湿又冷 我直接 不想离开出雲车站 坐着等火车算数 我打算 东京 会不会有白色东京 等你的废话 什么都没有 我看到雪跡在那里 我去看光美展 看到雪跡 一大块 融雪雪跡 融雪必定出现的 超冷 这风吹下去 凍得到 人都瘋了 理解 因为今年的天气 就奇怪怪的 最后补充的是 这个感想就是 不用入境检查 挖鼻挖喉咙 真的太好了 你上次要 12月要的 但今次我昨晚回到香港 入机场 入海关 不用五分钟 几瓶爽 你说回来 你回来 香港解了 还有日本那边 也解了室内外的口罩 指引 3月宣布了 应该不知是正式宣布还是 总之听到就是 3月室内内 都是叫做什么 你开始决定戴不戴口罩 觉得 虽然我相信 也有一群人会继续戴口罩 因为 平时都是 香港也是啦 别玩啦 我不是说什么呀 你疫情前的日本 你都经常见到一大堆人戴口罩 对呀 香港呀 尤其是花粉贵呀 那些日子 不过要不讨论了 好了 今天就到此为止啦 你听多直接就留下 下一部分再说 下一部分再见 拜拜 拜拜